这个词记的部分 词记的部分你们手上已经有详解的部分 那我们就先针对题目 然后再看一下要怎么衍生 要怎么衍生 就是说它还有什么没有考到的 那基本上这一份我是觉得该出的计算题都出现了 基本上应该所有计算题都出现 只有可能就是buffer没有认真让你算 但是有一题也算不错 认真的让你算 其实我是觉得该算的都有算了 所以应该是还好 来我们就从第一题开始来 那第一题就我们在模拟考的时候就考过一次 我们有考过一次 就是那个方程式没有在里面 然后叫你自己去创造 叫你自己去创造 例如说他问你说 他希望能够得到 第一个 他希望能够得到三倍的铜二症 加上两倍的铁 对不对 然后变成三倍的铜 再加上两倍的铁三症 对不对 那方程式里面没有这一块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没有的 我打X是指说他没有给你 所以你不能用所谓的电位差有累加性 你要记住一件事我们讲过 电位差是没有累加性的 什么才有累加性 是能量才有累加性 所以你要注意看我下面写的那个 那个什么响解 他我是写成这样 这个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有讲过了 你的三倍 那个什么三架铁 加上一倍电子 那我就直接写成我们上课写的样子 因为那是写响解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写成二架 然后再过来 然后是铁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是得到一磨尔电子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得到两磨尔电子 那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一个 你必须怎么样 你不能说 你不能写怎么样你知道吗 这边是正的0.76 加负的0.44 这一定错啦 这一定错 因为电位没有累加性嘛 所以呢 你就必须像我这样写嘛 来 他我上面是写什么 我上面是写X嘛 所以呢 你要记住 这边就是X 这边是X电位差 然后呢 是三磨尔电子 然后这边是正的0.76 然后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负的0.44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就已经写完了嘛 对不对 来 他说的就是指的是 三倍的X就等于多少 0.76乘上1 再加上负的0.44V乘上2嘛 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当初的 Delta G3 这个叫Delta G3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叫Delta G1 就等于Delta G1 加上Delta G2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它会等于什么 负的N F S龙3 就等于多少 负的N 这个是3 然后1 然后F S龙1 然后加上负的N 2 F S龙2 对不对 然后F F全部消掉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是 你要自己知道的 它的原理就是用这一个嘛 就是你的电工才有累加性 你的电位差没有累加性 好 那你算出来的结果 你的X就被你算出来的 好 这边你就写一个柱 好 柱就是写这个 它的原理就是用这一个 对不对 那X就等于多少 X就等于 负的0.44V 好 那下面就简单了嘛 然后呢 我下面还有帮你备注嘛 备注什么 方程式如果乘以N倍 电位差不变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方程式多少 它的电池电位差就是多少 就这么简单 可以吗 好 所以它第一题就已经有陷阱 让你跳了 好 OK 就已经有陷阱让你跳了 所以答案就选V 答案就选V 它用的观念是这一个 我们模拟考也有考过 对不对 模拟考也有考过吧 然后呢 模充班我也考过 对吧 所以刚好你们都有复习到了 复习到了 OK 所以应该你们 各位应该不怕这种题目才对 OK 好 那你先抄 基本上我已经有传给补习班了 所以基本上你们就是专心听就好 好 等一下就是我们讲完之后 如果现场的部分有问题的 你们就可以留下来问 OK 那我们还是会跟你讲一下 衍生要考什么 衍生的要考什么 这份如果你可以考80以上 我觉得你算 第一个速度够快 真的速度够快了 我只能这样跟你说 而且你也没有被这些计算题给吓到 其实我当下看我会觉得 这个有一点在考试一连招的感觉 对啊 每一题都算的嘛 但是你认真下去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他真的还是吃素 他还是没有吃荤 怎么这样讲 他就是数字都帮你凑好了 没有到很机车 没有到很机车 但是就是要花时间 就是弄到你很毛这样子 就觉得心痒痒的这样子 到底这样写对不对 OK 好来 再来第二题 某化合物在27度C乘液态 增气压为76毫米拱柱 那一大气压下该化合物的废点 127度C 那请问你 一大气压下的气化热为多少 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告诉你 他就是在考克劳伯朗克劳修士方程式 OK 所以那个克劳伯朗克劳修士方程式 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key point就是什么 他的key point 就是你的LPVST分之一嘛 对不对 那照理说 正常后中一 甚至后面有人做私一 那个后西的 正常他不能考 但是呢 因为他的数字凑得太漂亮了 所以他考了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错 这样你懂意思吗 是因为数字凑得太漂亮了 对不对 那你把它展开之后 就变成是long P1 P2 然后就等于R分之 负的Delta HVAP嘛 对不对 然后呢 T1 然后T2 啊我想解里面是把这两个相乘嘛 对不对 T2-T1 然后T1-T2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可以 到这里听得懂吗 可以啦 好 那你所以你就要记住一件事情 76毫米拱住在27度C 这个叫做他的饱和蒸气压 然后呢 P2的部分就是一大气压 就是760毫米拱住 这个也是他的饱和蒸气压 因为他是说 这个时候他是费点嘛 其实就是他的饱和蒸气压 好 那他是400K 所以呢 他也帮你凑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来long 那因为他已经有跟你讲 他long时是2.3 所以你就乖乖的把大的写在上面 这样子就不用再换一次 只是呢 你温度怎么样 你就不要再淘气了 知道吗 760写这里 76你就要对好这个温度 人家这边就要改400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1是他嘛 听得懂我意思吗 400就变成是他哦 所以你不要 这个换了 然后后面没有换 那你还是错嘛 算出来还跟我讲说 老师负的 好 OK 那这样子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嘛 好 那看单位嘛 你看哦 他有的是226 然后呢 一个是K 一个是焦耳 一个是K焦耳 所以呢 你要小心 后面通常这种 反应热的都是K焦耳啦 我跟你讲过 只有一个才会用焦耳 哪一个 S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我们在平常练习的 应该都差不多了 负的多少 负的Delta VAP 然后我们就把单位写在后面 K焦耳permore 对不对 然后乘上多少 一千 好 我们就先把这个架式先摆好 然后焦耳 然后R就带8.314 对不对 焦耳per K 好 那我之前就跟你讲过了 各位 上一份中国衣那个就是真的 摆架式都摆好了 反正我什么数据都给你 你就好好算就对了 不要来跟我 要事宜干嘛的 你看 是不是他就不给了 8.314有给吗 我不知道原稿有没有给 应该没给啦 对啊 他就不给了嘛 对不对 我就说那中国衣那个是真的是吃素的 还真的全部都给 那个太夸张了 不太可能 OK 然后这个要自己算 这个KT1就等于多少 400K 要对好 对错就是错 760是对400K 然后减掉多少 200 那就是300 分之一嘛 那这个数字很好算 因为300跟400 这很好算 OK 所以这一题应该是不难 应该是不难 照理说应该是不难 所以答案算出来就是答案 那网路上呢 有人在讨论说 老师为什么不能用什么东西 取吞定者 各位 取吞定者是你要有Delta S 取吞定者在讲什么 来我们就把网路上我们讲的 把它讲一讲 这个叫做Delta S 就等于什么东西呢 TB就等于多少 Delta HVAP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这个等于多少 88 焦耳墨K 各位 从头到尾他有给你什么东西吗 人家叫你求Delta S吗 不是啊 所以网路上有人在讨论说 为什么这一题不能用取吞定者 因为条件不足 你怎么会换 对不对 你又不能说 我这个随便带88 然后算出他的VAP 这样可以吗 不行啊 这样听到我意思吗 你不能说 这个虾凑进去 88 然后乘上多少 400 然后凑出来 为什么不是这个答案 不是这样子的 OK OK 所以呢 网路上有讨论的 我也顺便跟你讲一讲 OK 所以呢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答案算出来就是22.9 好 那刚才跟同学聊天说 今天早上 大概 10点多吧 才出来那个事宜吧 那 我的普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那一题 那个 DEPT135跟DEPT90那一题 那一题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有问题 因为 两个环境相同 不可能需要有两根PIC 一根PIC就好了 好 OK 所以那个是有机的部分 那我也顺便跟你讲 其他的普话都没什么问题 他不会 那个送分 也只有送那一题 其他课都没送 对不对 所以 现在 这些老师也都知道 你们会事宜 都把 想法都想好了 然后就准备 你来 那我就写给你 这样子 他也 也不会想送 OK 好 第三题 来 第三题的话呢 哇 等他10年了 终于等到他了 什么叫等他10年了 上一次考 哇 那个如果是后期的 就还好嘛 如果你是后中的 你如果没有写过 97年的 11连招 97年嘛 我还记得是97年嘛 对不对 他是不是给瓦特 就是给这个W嘛 那什么叫W W是每秒 多少交二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写过 你就会 奇怪 这是什么东西 要写给这个干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个W就是什么 每秒 每秒 多少交二 的意思 了解 OK 然后呢 他跟你讲 来第三题 我把这个擦掉 因为这是网路上讨论的 来 第三题 所以 有些人考出来 就传简讯给我 说老师 百分百写一写 应该就够了 对啊 百分百写一写就够了 什么 重点就是你愿不愿意写 愿不愿意写 OK 好来 这个他说 27度C环境 一个休息状态的成人 对不对 然后呢 对环境 释出大 那个释出热量 速率大概是100瓦 对不对 100瓦 那什么叫瓦 下面我有写给你 负100 因为他是环境 对环境放出 所以是负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负的 然后呢 是每秒多少交二 那他问你说 请你估计一整天 一整天是24小时嘛 所以你看我每一步都写给你看 一分钟60秒 一小时60分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天24小时 然后呢 还要把它变成什么 因为单位里面是K交二 所以你还要把交二变成K交二 写出来 结果是负的8640K交二 这样听得懂 我意思吗 所以我应该都写得非常清楚 我应该都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下面这一段 就是我课本所写的嘛 你外界商变化 你看这次我们是不是抓得很准 我模拟考是不是考外界商变化 因为实际很喜欢考外界商变化 你知道吗 往年已经考了三次了 对吧 所以很准嘛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外界商变化 就是 系统要有西方热 然后外界才会有商变化嘛 对不对 系统如果没有西方热 外界不会有商变化 因为它是被动者 所以你看我怎么写 他说外界商变化是被动者 只与系统的热量变化 跟环境温度有关 而且外界变化完全是由什么 系统的西方热所引发 而且是刚好等值一号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的Delta S surrounding 对不对 这是外界嘛 是不是一定要是外界的温度 然后是负的Q system 对不对 那你Q system已经算出来了嘛 是多少呢 负的多少 是不是等于负8640K joule 对不对 因为它要的是K joule 你就不要换 你就不要换了 然后去处理多少 27度C 因为它是恒温 你要记住 恒温就代表系统的温度 就等于外界温度 对不对 这应该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嘛 对不对 27度C加273 因为它要K 所以你看 我们从第一堂课就跟你 告诉你 单位很重要 单位很重要 你现在就会发现 你派上用场了 对不对 这样子都不会乱 单位很重要 OK 所以基本上答案算出来 就是足228 28.8 OK 所以你如果觉得 需要抄的应该我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我上面应该写得非常清楚 OK 第四题 看到这一题 应该我们也有抓到吧 有来参加磨充的 是不是 我有说 我就随便先改一下 不要每次都写什么 绿化银 对不对 我是不是那时候还跟你讲说 不要每次都写绿化银 我改成点化银 结果我们持续考什么 秀化银 对吧 OK 所以前四题我们应该都有抓到 前四题我们应该有抓到 OK 所以呢 已知下列反映在25度C的平衡常数 第一个叫做蓝龙岩 KSP等于5.0乘上时的-13 然后呢 这个银 这个银的话呢 那个挂号没有挂号好 就是一大一小 这个我再回去再稍微修正一下 然后行程常数是1.8乘上时的七次方 对不对 那在定温下 请问你 它如果在银里面 溶解度会增加到多少 我们课本写的那一体是多少 我们课本写的那一体是绿化银嘛 然后一样是em的银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都一模一样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底下我就写得非常清楚嘛 就是把方程式摆好 然后呢 行程常数的就写箭头就好 然后算出来结果是 你的秀化银 第四题 对不对 你的秀化银 如果改变环境 对不对 你如果改变环境 我模拟考是考定性嘛 我模充是考定量嘛 还记得吗 OK 然后呢 新的KC 就等于多少 9.0乘上时的负6嘛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摆下 因为我详解的部分是指写 那个什么 简洁嘛 对不对 来一开始 这边就em嘛 对不对 这边就em嘛 然后呢 因为我们希望在哪里 我说过了 如果溶液是出现在反应物的 这是促进效果 如果溶液是出现在生成物的 这个叫什么 抑制效果 所以表示它不是同理子效应 它是促进的 所以它会增加溶解度 那你也顺便背一下嘛 那个后期的也在后面 顺便背一下 去年跟前年 都有考沉淀表的背 背什么 就是说 来这一份也有嘛 就是那个流化蒙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住哦 沉淀后再溶解的 会不会再考 会啊 连续两年后期都考啊 那你们今年考了 而且还考计算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背一遍哦 第一个 弱酸岩的部分 还有强碱的部分 对不对 它会溶在哪里 酸里面 这是第一部分 对不对 这个比较少考计算 这个真的比较少考计算 那去年的高一考什么 还有你们也常考 也是私一连招必考题 哪一题 就是两性嘛 对不对 西皮哥屡千辛加嘛 人家就会问你说 来夏天哪一个氢氧化物 在碱性中 溶解度会增加 对不对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啊 这个 就是什么 一些过度元素离子 对不对 它在氨里面 它的溶解度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说那个比较下流的 叫什么 叫做哥哥迎姑娘痛心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有时候考定性 有时候考定量 那这三部分绝对不能失分 考出来就是送分 这样听懂意思吗 就看你懂不懂分类而已 这样OK啦 好 所以呢 作用多少 减S 那减掉2S 那减 加上多少 S 再加上S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就变成是我 课本写的样子嘛 有频就有K嘛 你看 KC就等于多少 9.0乘上10的负6嘛 就等于多少 S挂号的平方嘛 然后呢 1减2S挂号的平方 好 那我们 课本那一体是说 啊 因为这刚好平方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平方负3 对不对 然后呢 课本那一体是不能消 但是这一体可不可以消 这一体可以消啦 为什么这一体可以消 因为这边是1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9.0乘以时的负3 小了点 那小了点的话 这个可以当做没有 忽略不计嘛 对不对 那就移过去 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说词记到最后还是有比较手软一点 就是他在数字上 题目是下下你 数字上没有 没有那个让你很难算 就是题目下下你而已 OK 所以这个也还好 OK 第五体 讲到这一体 不要告诉我说 老师 这个我没有教过 不要开玩笑了 你应该看到我这个表格 应该就知道这是课本的吧 一模一样 我还特别帮你画一个流程图 对不对 我还帮你画一个流程图 这个流程图从哪里来的 高一嘛 我考模拟考是不是考过一模一样的 对啊 而且我去年高一就考过了 OK 他说怎么样 他说有一个样品在本甲酸 是枪基本甲权 OK 甲权 权是没有什么性 那个什么酸性跟碱性 会有酸性跟碱性 是那个 那个枪基基在本环上 因为它叫分嘛 如果没有权的话 它就叫分 因为我们都是念主官能基 叫做权 了解吗 但是那个OH基在本环上 不会因为你官能基的名字改变 它的性质就改变嘛 这样听了我意思吗 所以他还是PKA等于多少 大概10左右嘛 PKA大概10左右 一般的本甲酸大概多少 大概死的 大概PKA大概4到5左右嘛 所以呢 我下面有一个表格嘛 缩酸 氢氧化钠 可以全部抓掉 所以没办法分辨 但是碳酸氢钠 就是缩酸可以抓 但是碳酸氢钠 就没办法抓分嘛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辨的方法 那你说老师 乙米是什么 我上课是不是讲过一模一样的 我说乙米那要干嘛的 当容积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说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啊 一模一样啊 好OK 所以呢 下面就是流程图嘛 就是如果一个荣液里面 有本甲酸跟什么 四腔基 本甲醛 对不对 你如果第一步先加入碳酸氢钠 然后第二步为什么要加Ether Ether只是要让它绕路哪里 有迹象嘛 那个就叫做有迹象 Ether就叫做有迹象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在AQ里面的就是什么 就是本甲酸钠嘛 然后你要再加盐酸 干嘛 让它再恢复嘛 那继续在道路哪里 那个乙米嘛 这样OK吧 应该跟上课是一模一样的啦 所以基本上答案就选C啊 这个去年那个谁就考过了 后C嘛 几乎一模一样嘛 我模拟考也再考一遍 那个就是高一历届考古题里面 常有的题目 也是高三化学的题目 高三的化学的题目 好 第六题也是高三化学的题目 现在哪一个存在最不易被氧化剂 这么强的氧化剂氧化 那就是找三极存嘛 对不对 就是找三极存嘛 所以呢 这个都是基础有机 我们上课都讲过 你要记住 能够判断嘛 来 第一个A叫做二极存 B就叫三极存 C就叫一极存 对不对 然后呢 出就叫二极存 所以不能够氧化的只有谁 当然是只有三极存嘛 所以它就只是下下你而已 好 接下来 第七个 第七个 这个我们就一起讲好了 7跟哪一体是一样的 7跟10啦 对不对 然后跟 你看我们上次 不要说乌鸦嘴啦 就是蛮准的嘛 我们上次在中国一考 解析分析完之后 我说这个洛斯宾 洛斯宾不考不是很怪吗 对不对 一次就给你来试题 饱到罪 饱到罪 保到罪 OK 那然后到哪里呢 还有哪一体也是 这个23体也是嘛 对不对 还有哪一体 那个后面 这个 25体 25体就是我们上课常讲的 而且我模拟考有考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我考了一个铁 然后给你一个L 有没有 我是不是模拟考这样考 我是不是考这样 然后写二振还是三振 好不管了 我考2加6等于8 8减 对不对 应该三振 对不对 我应该考这样嘛 对不对 那我问你说 来 请问你 它有可能是 有几个 那个 未成对电子 那时候我考出来代表什么意思 我有告诉你L是什么吗 没有嘛 所以我就是要考你 它有可能有Lost病跟 Heis病嘛 是模拟考 几乎跟25体一模一样 没错吧 那就是要考你 D4到D7 OK 所以应该你们 如果有在 那个复习的人 应该就知道我在考什么 OK 所以大概有的 大概就是这些 还有30体 还有30体 这全部都是12张 很少有一张考卷 我说实在话 我教这个已经教了这么多年了 我很少看到一张考卷 出12张的出 连续出5体 但是你要想嘛 出12张是最好的 为什么 第一不用计算 第二你假如有观念 就2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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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重点是很好拿 对不对 重点是你要懂啊 所以这5体我们就一起讲 都是12张的嘛 好不好 来第7体 它说 你的 那个什么 CN加入铁里面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个是三正 这个是三正 为什么我知道三正 因为铁是三正的话 CN是负1 才会代表它整个离子是三负 然后它还告诉你 CN是墙场 然后呢 在最稳定的情况 D里面会有几个 未配位电子 对不对 D里面会有几个配位电子 那我上面已经写好了嘛 对不对 铁是三正 来我们上次有说过嘛 你只要能够判断出 什么东西呢 金属的架数 你就可以判断出 它是D几嘛 为什么 因为我教过你另外一招嘛 就是2加6等于多少 8嘛 那8减掉多少 3就等于5嘛 所以D5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那D5的话 是不是落在D4到D7中间 所以你就要小心嘛 它到底是HIGHSBIN 还是LOWSBIN 那因为它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嘛 LOWSBIN嘛 那LOWSBIN 你就把下面填好嘛 下铺先填好 再填上铺嘛 所以 承住器 这个一分钟可以拿到的分数 不要丢给它 所以答案就选 你看它还 猪还是白名了 就是要叫你选猪嘛 对不对 猪就是LOWSBIN HIGHSBIN的答案嘛 对不对 还要选它没有倒扣 对哦 接下来就倒扣了哦 那个眼睛都要用盐酸洗干净哦 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要开玩笑 就是想说那个答案 就是二选一 你知道吗 然后你刚好选到隔壁去 然后出来才知道 我又选到隔壁去了 这个你写5 还不会受重伤哦 你那个词记 不是词记 易手 你如果选5就重伤了哦 会的东西 然后写到被倒扣 真的很可怜 了解是什么 真的那个欲哭无泪 那个欲哭无泪 好来 再来第十题 这个 那个谁有考过 那个中国一考过嘛 而且连选项 我看了一下几乎一模一样嘛 对不对 西恩嘛 安嘛 水嘛 福嘛 我还帮你列好了嘛 对不对 我是帮人装都帮你列好了 这样OK啦 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一讲过 我们就不讲了 中国一只是考波长 谁最短嘛 他改成波长 谁最长 对不对 OK 好 接下来 这个 还有第十二章的 我们就直接翻到后面去 来第十二章的 还有 刚才我们说 还有几题啊 哦 二十三题嘛 真的是乌鸦嘴 对不对 二十三题 百名的乌鸦嘴 好险他没有考双三脚锥嘛 对不对 后期的 双三脚锥倍倍啊 知道吗 前年考 什么东西 SP嘛 去年考直线嘛 他换磁机考直线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们还有一个还没有考过而已 哪一个 双三脚锥啊 成大考过 成大考过双三脚锥哦 后中的各位 也是一样哦 双三脚锥看一下 好 他们已经考到 没什么好考考这些了啦 知道我意思吗 往年从来没有考过直线 你看高一考第一枪之后 你看磁机又给人家模仿了 了解什么 所以真的是乌鸦嘴啊 来 他说 金格场理论 对不对 线性错合物 基于Z轴 五个低轨域 拿两组是 两个低轨域相同能量 其实他有两组嘛 我说过嘛 因为我们都习惯把 组轴当什么轴 当Z轴 组轴当Z轴 这个是无机 不成文规定 不成文规定 他没有规定说一定要这样 但是他就是 大家都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L 这边是L 然后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Z轴 Z轴 对不对 那有碰到的 我那时候怎么教你的 有碰到的能阶分裂场最大嘛 所以第一名的一定是什么 DZ平方 这个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所以有DZ平方的全部杀掉 刚好也只剩下 变下三选一嘛 那我说过嘛 这个 主轴是这样碰到的都不好 那谁有碰到 那只剩下两个有Z嘛 哪两个有Z DXZ跟 DYZ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 不相上下 那剩下的就是跟Z没关的 那就是DX平方 YZ平方 我还教你怎么记嘛 对不对 OK 大家可以听得懂吗 所以呢 你就选这一组 不然就是这一组 刚好 他也没有刁难你嘛 对不对 他也没有刁难你 有Z的就是同一个 没有Z的就是同一个 剩下就是被 怎么样 冲击最大的嘛 所以我那个解析 应该写得非常清楚啦 有关于Z的怎么样嘛 OK 那接下来是 第几题 第25题 好 25题 25题 他说 如果我们在 落场的时候 是高自旋 如果在强场的时候 是低自旋 那不就是考你 D4到D7 有Rosebin跟Hasbin之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看我详解怎么写 我说 Keypoint是什么 6配位的错合物 中心金属的价电子 如果在D4到D7 才会有高自旋 跟D自旋之分吗 对不对 那其他的都没有嘛 你看 A的话 叫做泰二症 叫D2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铁二症 叫D6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什么东西呢 涅二症 叫D8嘛 然后呢 你的铜二症 叫D9 那请问你 会有Rosebin Rosebin 这当然只有B 这当然只有B 这当然只有B嘛 这D6嘛 OK 所以你看 8分就拿到了 对不对 8分就拿到了 OK 那三实体 下列哪些金属 形成错合物的 化合物的时候 存在最多氧化态 你第一个想到什么 蒙啊 个啊 那这些都是落在哪里 过度嘛 所以我说过度 才会比较容易有什么 那个高低的氧化态嘛 不然的话 A组通常都是单一氧化态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就怎么写 我说大部分的过度金属 过度元素 对不对 会有两种以上的氧化素 然后固形成多种化合物嘛 最高氧化态 不能超过家电子数 例如说你们的有机额 对不对 就是最高叫正8嘛 我后面还附表格吧 我如果没记错 我有附吧 对不对 这个也是课本的表格嘛 对不对 我还附给你嘛 对不对 详解应该这样 应该够清楚了啦 详解这样应该够好了 OK 那其他的应该就跟12章 没有关系了嘛 对啊 12章没有关系了 OK 所以12章考了多少 考了10分 10分耶 这真的很甜 我只能跟你讲很甜 OK 所以你如果好好把握 那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过了 考3减 最好不要考太多 考12章考越多 你应该越开心 对不对 因为看就有答案了 多好 对不对 OK 现在你们考完 两个考试的 应该会比较相信我的话 玩那个什么 扎扎实实拿到2分 最可贵 你管他出什么 对不对 都考你喜欢的最好 整章考试都考VSEP 也没有我的事啊 我反正我拿100就好了 你听得懂 你管他说 老师这个会不会考 你管他的 都不用管 他出什么 最好都出你拿手的最好 对啊 最好都出你拿手的最好 OK 好 接下来 第八题 第八题 我们回来了 这一份酸碱真的考得很漂亮 实际 从第一年 101年开始 酸碱都出得很杀 真的出得很杀 所以来第八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它磷酸是三脂子酸 对不对 KA1到KA3都给你 请问你 0.1m的磷酸氢二氢钠 各位 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盐 我说过嘛 酸碱盐最害怕就是 你根本第一个 不知道它这个物质 是酸还是碱还是盐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 那时候从去年开始 到今年 107跟108 我都是这样教 我说你拿到酸碱的题目 第一件事要干嘛 判到酸碱盐 因为酸碱盐的公式都不一样 对吧 好第一个 你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 盐 盐有好几种盐 有单基盐 酸氏盐 两性盐 来 再过第二关 什么盐 酸氏盐 酸氏盐有酸氏盐的公式 两性盐有两性盐的公式 这个是什么 酸氏盐 我那时候 是不是我在模拟考的时候 或是磨充的时候 都跟你讲过了 对不对 我都有考吧 应该有印象吧 就直接带公式而已 所以这一题就一样 就带公式 带什么公式 来 这个是第八题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NAH2PO4 来 请问你 这是第一份酸根 所以你就要记住 在旁边自己写 这个叫磷酸 对不对 然后K1 再来 这个叫做 H H2PO4 负 然后这个叫Ka2 然后这个叫做 HPO42负 然后Ka3 对不对 然后磷酸根 我说过了 记得要卡中间 对不对 这一个是跟谁有关 这两个 那这一个 就跟这两个有关 对不对 我那时候是这样教 对不对 所以 基本上 而且你们那时候 我还记得 还有人问过 那是高雄班 还是你们班 他问过我 什么知道吗 他问我说 如果这个浓度太稀薄 要不要考虑到Ka 可不可以忽略 有没有 我记得你们班 有人问过我 当然 我们用的那些 都是简化公式过的 如果他真的出的很稀薄 那不好意思 你真的要考虑他 就是你要把浓度 考虑进去 回去看一下 我们上课讲的 你们会有所谓的 Ka1乘上 Ka2开根号 那个是因为简化过的 知道为什么 那个是 我们假设什么 这个浓度 通常怎么样 H2 PO4负 怎么样 通常远到于Ka1 通常 才会有所谓的简化公式 所以你的H震 就会等于 根号 Ka1乘上Ka2 然后进而 PH值就等于2分之 PkA1加PkA2 这往年是中国一 最爱考的 这是持继第一年考 中国一从101年到现在 至少考过三四年 考过两次 就是带这个公式 然后就有答案 就有分数 对吧 所以是不是都在 百分百里面 刷个几遍就好了 那答案就很简单 答案就等于多少 答案呢 他就因为他是问你PkA 对不对 所以PkA就两个相加除以二 答案就4.66 OK 答案就4.66 OK 好 那我们就把酸碱 一次把它扫完好了 好吧 我们就把酸碱一次扫完 来 还有哪一体呢 这个11没有 12没有 再来13 来 你看这一体就是我说的嘛 就是我说什么 13体 当你改变 水溶液的PH值的时候 下列合者 水中的溶解度会变化最大 改变PH值嘛 那 这一体它没有 写得非常好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这一体如果你要唯一要诟病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改变PH值 对不对 那你可以加酸 也可以加减啊 对不对 它唯一能够诟病就这样 但是看选项过去 应该很明显的 它应该没有OHG 那就不是在考 两性嘛 那它就在考什么 第一部分 弱酸跟融鱼酸 对吧 应该没错了吧 因为你会有PH值的改变 只有两个可能嘛 第一个要加酸嘛 第二个要加OH- 那很明显这里面全部都没有氢氧根的化合物嘛 那它就不可能去考两性啊 那它就是考第一部分 就是弱酸根或者是什么 氢氧根嘛 对不对 那所以答案就选A了嘛 硫化酶 因为硫是什么 弱酸根嘛 其他是不是 氯酸根 氯离子啦 或是过氯酸根啦 或是点离子 都是什么来的 强酸根嘛 这样OK吧 是不是我们上课都讲得很清楚 OK 好 再来 第九章的部分 第九章的部分 好 再来21题 这题真的 就是我讲的缓冲 而且我那时候 我还跟你们讲过 刚好可以搬过来 结果他今年就考了 好 他就考了这么 刚刚好 就跟我们上课讲的一模一样 好 OK 来 21题 他说什么样呢 他说你的HF啦 然后呢 跟什么东西呢 跟氢氧化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加入多少呢 加入多少不知道 HF不知道多少 然后他只跟你讲一件事情 当你充分混合之后 PH值会等于3.0 那你原来的HF是多少 然后他告诉你 HF的KA值是7.1乘上词的负4 来 如果你的log计算 没 就是还不错的话 你应该可以看得出 4减掉负 log7.1 大概3点多嘛 所以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这一题就是在考缓冲 这一题最难的地方 就是你的数学 要能够知道 3点多跟PH值等于3很接近 我怕你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猜一定有人把它当作 是达当量点下去算 一定有人啦 你听得懂意思吗 如果你把它当当量点下去算 你这一题就完全没有机会对嘛 因为带的公司不一样嘛 所以你要能够知道说 你的KA值很接近PH值的意思 就是在告诉你 他这个就是要叫你制造缓冲的意思 有没有看到 PKA很接近PH值 这个就是所谓的缓冲 好 他还考了另外一题 跟这一题 几乎一模一样的观念 来 在后面 在哪边呢 在第 来 我告诉你 在第几题 跟这一题几乎一模一样 29题 我的29题 是持继的37题 来 第13页那边 你注意看 在配置缓冲溶液的时候 素酸的水溶液加入半当量 来把半当量圈起来 我那时候是有跟你讲过 半当量很重要 对不对 半当量很重要 然后呢 跟夏令哪一个混合之后 会产生怎么样 他是少 最不适合当理想缓冲 对不对 那其实我下面就写得很清楚 你如果是有一个是弱酸 这个醋酸是弱酸 要跟什么东西得到缓冲 就是第一个 要么就是加弱酸液 就是自己的本身 要么就是要加强碱 强碱要少一点 对不对 那跟刚才那一题 23题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 你就把它想象成这个嘛 你看 这个叫做HF 你就把它想成它是醋酸 然后加入一个强碱 对不对 那只要很接近 PH值等于PK 那个就叫缓冲嘛 没错吧 是这样没错吧 好 那所以我们就来讲20 是21还是23 我写错 20几啊 21吗 对21 好 那我们就把21比较难的 先写一写 对不对 29我们刚才就算讲完了 OK 所以这个就叫NAF 加上什么东西 加上水 对不对 我详解的部分没有写那么详细 所以你抄一下 OK 它说取20毫升 未知浓度的HF 好来 一开始 这边就有25毫升 乘上XM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氢氧化纳 25毫升 乘上0.2M 对不对 好 那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 是不是跟你讲过 如果它一开始 这个大量 这个是少量 将来这个的末末数 就会直接搬过来 我那时候有没有这样教过你 有吧 所以你看我上面想解 就是这样写 我就把它写成 恒式就没有写直式 这样听得懂 所以平衡的时候 来 我就直接写平衡的时候 这个叫做25X 减掉多少 减掉25乘上0.2 然后这边是0 然后这个就直接搬过来 有没有 这个就直接搬过来 25乘上0.2 没错吧 我那时候是不是这样教的 可以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直接减 减完就剩下的嘛 对不对 好 那代入缓冲 缓冲是什么意思 来我写两个给你嘛 我说过 H正就等于KA 我要知道你怎么背 就是 这边如果是H 上面就是要H HF 对不对 然后下面就是 少一个轻的 那如果是PH值 刚好就相反嘛 所以就PKA 加上LOG 对不对 NAF 除以什么 HF 对不对 好 那你就要看一下 你比较习惯用哪一个 那我看的结果是 他没有给你LOG值 你就不要冲动的用这个 你说老师 他那个什么H正也没有给我 拜托 PH值等于3 换成H正你有问题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所以应该是用这个比较好 这个比较不好用 对不对 所以你都要两个都要想看看 OK 所以这边就叫10的-3M 就等于7.1 乘上10的-4M 对不对 然后不是-4M 这是K K就不用写 然后呢 你的HF剩下的就是25X 减掉 0.2乘上25 了解吗 然后呢 这边就直接搬过来 25乘上0.2 交叉详程答案就算出来 这题不难算 这题不难算 OK 因为我们都有教你概算过 这样OK吧 如果真的都算不出来 选择题 总会带进去吧 对不对 真的都算不出来的时候 就带进去而已 只剩下这一招而已 OK 所以不要跟他赌气 老师太难算 所以我放着 带进去也是个方法 对不对 有机考这么简单 好好的专心写谱的话 不是很好吗 有机有考跟没考不是一样吗 对吧 我看完之后 我感觉什么都奇怪 他有考有机吗 有啦 他光谱考很多 你们那个中国一 对不对 不是说他一题都光谱都没考 结果他 实际就和你 而且是考最难的碳13 对不对 有的人 说不定连碳13都还没看完 就已经去考试了 因为那个是放在最后一个单元 对啊 正常都是放在最后一个单元 有的人连背都没背 说不定什么DEPT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在猜的啦 我猜的啦 OK 我在猜有人是这样 OK 所以嘛 光谱只是不考 一考就六分 这次就和你 好来 接下来 来 跟酸碱炎有关的 来 22题 22题 你看 他又考沉淀后再溶解 或者是考那个什么 这个有点类似像学测 你不觉得吗 22题的题目是不是很像学测 这考去给学测写 说不定 他也觉得说 这很简单啊 这是学测的题目 在测溶液的导电装置的时候 装有硫酸筒 对不对 然后呢 通电 灯泡会发亮 我就把这一段截取下来 然后写点点点来 你看我想解中 有没有 有题干中 有没有 装有硫酸筒容易通电会导电 就表示硫酸筒是电解值吧 我就直接这样解释就好 因为观念题嘛 对不对 好 再来 慢慢的加入某物质 则灯泡会变暗 甚至熄灭 各位 要熄灭代表怎么样 几乎没有离子浓度啊 对不对 那这什么情况才会几乎没有离子浓度 沉淀嘛 对不对 是不是要沉淀 所以就是表示它要沉淀 而且加入的物质要必须让两个都沉淀 你不能一个沉淀 一个不沉淀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这样子的话 你想说奇怪 它还是有电解值 为什么不会导电 要两个都沉淀 好 再继续 如果再加入该物质 灯泡又发亮了 请问你该加入的是谁 再发亮的结果 是因为它本身也是电解值 所以当过量的时候 灯泡会再发亮 来 所以呢 我就写出详解给你了 它说 氢氧化被热带 来 被离子跟硫酸根会产生硫酸被沉淀 然后氢氧根跟铜也会产生沉淀 所以两个都沉淀 就几乎熄灭的意思 好 应该写得很详细了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沉淀表而已 有被就有分 没被就零分 好 OK 我看到24题 我以为我看错 24题 这种题目就是标准 简单到你会怕 它问你D缝的糖类 跟L缝糖类要怎么分 我看到的时候傻了 我想说 这我要怎么写详解 对啊 我要怎么写详解 这个就是简单到你不知道怎么写 好 OK 应该 没有人错这一题吧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交代 这已经跟生物没有关系 这跟常识有关系 好 OK 好 再来有关于酸碱岩的 好 有关于酸碱岩的 这个29题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对不对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有关于酸碱岩的 来来来来 32题 32题 这一题 很棒 这个我们上课也有讲 来 刚才我不应该把它擦掉的 磷酸那个我要再写一遍 真笑 好 没关系 我讲义写得很清楚 来 0.1m的氢氧化 低定磷酸 然后呢 pH值当Y轴 低定义当X轴 请你找出 想找出什么东西 磷酸二氢根 叫磷酸二氢钠 因为它用氢氧化钠去低定 相当于哪一个值 各位 这个我 讲义写得很清楚 它说 磷酸Ka1 然后磷酸二氢根 然后再来磷酸根 再来磷酸 磷酸氢根 再来是磷酸根 当达二分之一的时候 那你的A负 就会等于Ha 所以PH值就等于PKa 对不对 所以应该缓冲效果最好 所以它在考什么 它就在考的是PKa2 对不对 就是PKa2的意思 所以这个跟我们上课 讲的应该是一样的 OK 有没有问题 这个跟哪一题 29题很像 跟29题很像 OK 好 那接下来 好 后面都没有酸碱岩了 好 那你看哦 是不是跟我们上课讲的很像 酸碱岩 最多考的就还是Buffer 一个很考卷里面 考了三个Buffer 还有一题是 你不知道它在考Buffer 这一题是跑Buffer嘛 对不对 然后32题也是考Buffer 29题也是考Buffer 考来考去 就是考Buffer 对不对 所以呢 都是一样的啦 OK 所以重点还是重点 你不要以为中国一没有考 它就不是重点 那那个中国一 那个根本就 不知道它在考什么 OK 这一张考件是真的 蛮有水准的 蛮有水准的 重点都有考到 重点都有考到 OK 好来 翻回来咯 来翻回来 我们看一下 第几题 这个第七第八讲完了吗 来 再来第九 来 第七章了 第七章了 乍看之下以为很难 实际上没有很难 对不对 他说怎样呢 第九题 气态的黄冰碗 我还听到一个学生跟我讲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他写完八题之后就觉得很烦了 结果看到第九题 气态黄冰碗他很高兴 有机来了 结果看完之后 怎么还是数字 怎么还是普化 对